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就大家阿弥陀佛 是讲到佛度五比丘 要去度五比丘 因为佛经过禅修 有些说经过七个七 有些说反正就是他在成佛之后 那么开始 那么想说要去 一开始是他不想说法 然后有犯天来请专法轮 然后后来他想说要去度谁 度他两个叫他禅定的先人 就是老师 那两个禅定的老师都 在七天或十五天前 已经都往生了 升到无想天去 升到无所有处天 跟飞翔飞翔天去 所以他接下来就想要去度谁 那就想要去度五比丘 那五比丘在入野愿 那这个中间还发生了几件事 一个就是有两个商人 这两个商人是最早归一佛的弟子 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僧团 所以一般来讲 就是所谓的两归一 就体位玻璃 一般就讲是体位跟玻璃 那个时候还没有僧 僧是就所谓僧团 有阿罗汉 但是还没有 这是佛 那也是阿罗汉 但是还没有僧团 就体位跟玻璃 体位玻璃 那有这些不是这个位 这些是佛陀的 这些是佛陀最早的一个弟子 然后之后 之后开始有所谓的佛传里面开始有所谓的四天王献波这些事 反正就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奇奇怪的事 那么 那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要去见吴比丘之前 有一个义学优陀 就是有一个优陀 那么他从这个菩提甲亚 从菩提甲亚要去路野院中间 那么有一段路 那佛陀在走去路野院的半路上 遇见一个 就是外道 就是优陀 也是个年轻人 那这个优陀看到佛陀 因为佛陀的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而且他的威仪八十种好 其实就是威仪很好 那我们都知道 佛地址里面 威仪第一的是马圣比丘 但是佛陀的威仪比马圣比丘更好 那这个义学优陀 就是这个优陀 他在半路上遇见佛 就是那个希达多刚成佛 刚成佛不久 他想要去度五比丘 在半路上 那这个优陀看到佛的相好 庄严 就是威仪非常好 那么他闪现出来的那一种 那一种光芒 然后就觉得这个年轻人 因为佛陀成佛才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然后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表现得不太一样 那你知道印度人习惯他们种传承 所以他问 他会第一个先问 就是说你的师父是谁 他教了你什么 你这样那个舍利佛问马圣比丘 也是这样问 舍利佛问马圣比丘 也是这样问 你的师父是谁 马圣比丘的师父 当然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教了你什么 然后就跟他讲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经要是缘起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就是诸法应验生 诸法应验生 好 那这个异学优陀也是这样问佛陀 就问希达陀 说你的师父是谁 释迦摩尼佛的师父是谁 没有 他是自觉 他说创觉 创觉就是先觉 第一个觉悟的人 常常说创觉 也可以说是创觉 也可以说是先觉 那自觉的 创觉 就第一个觉悟的人 我们叫先觉 那佛弟子都是依佛而觉悟的人 叫做后觉 所以叫声闻 佛陀在成佛这件事上 是没有老师的 那他真的没有老师 他真的没有老师吗 这一世没有 过去生 因为菩萨道是很长远的 他在南登佛的时候 南登佛为他授记 南登佛可以说是他的老师 也可以 那么其实就是说 他在这一身上 是没有的 就好像有一些辟知佛 比如说佛弟子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虚达多长者 或是植多长者 他正三果 那正三果生到五不还天 他在五不还天 自然而然 他就正阿罗汉 或是正出国的人 他再来 比如说正出国的人 再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佛了 已经没有佛了 这个时候 他在树下 但是他已经上根成熟了 他看到落叶看到什么 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开悟 那么这一生他是没有老师的 可是过去生 释迦佛是他的老师 类似像这样 那么从这一生来讲 释迦佛女佛是没有师父的 就是他成佛是没有师父教的 那这个年轻人看了这个 听了这个佛头这样回答 那么他不相信 不以为然 就是他就没有再往下问了 如果问说那你成佛你悟了什么 他就没有这样问 因为他不相信 所以这个就也给我们有一个 就是启发 那我们很习惯 我们非常习惯就是 异于我们过去的经验 或这个世间多数人的经验 然后就来肯定或否定一些事 那你要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 就是不一定是就是有些有特例有例外 像我们会习惯说 比如说年纪大的比较有修行 男重比较有修行 那沙咪就比较没修行 不一定 那在家人就一定没修行 也不一定 都不一定 这种东西是很难讲的 那么取决于这个人的 这个人过去生累积的善根 他的智慧有没有成熟 有没有成熟 你像佛陀的在家弟子里面 子都长者 智慧低 都可以为人说法 那么这个 当时的这个医学 优陀 就是这个年轻人 看到佛陀 说他没有老师 他自己成佛的 那么因为当时 他的宗教气氛是非常重的 那很多人都在修行 那一些 比如说当时已经有所谓的六四外道了 那一些年纪都很大 然后修行都很久 包括三家社 那三家社在当时 品博搜罗网最初就是皈依三家社的 那三家社都是也是 有一点年纪修行修很久 那我们有一个比较习惯性的观念就是 你要是修行很好的人 要不就是你出家 要不就是你修很久 年纪大了 你才是有修行 不一定 那像释迦牟尼佛这种很年轻 而且他之前也没有什么名声 都没听他有什么特别的名声大 然后就算他从出家到成佛也才六年 他才去过几个地方 去过大概两个地方而已吧 两个地方禅学而已 三个四个四个 两个修禅定的 一个修苦行最早的 然后最后再去苦行林里面 就去四个地方而已 然后他就成佛了 那很多人不相信 那其实不止这个义学 幼途不相信 其实很多人也不相信 所以佛陀成佛之后 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那么我们有时候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会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或是多数人的经验 那么我们就来肯定或否定一些事 那其实有时候 不要完全只是基于经验 你还要冷静的下来分析 那因为这件事 这个我们叫做先入为主 我们的习惯性就是先入为主 那先入为主就是 你会依你过去的经验 那么就习惯来否定或肯定 你看到的一些境界 一些事 那这个幼途因为怀疑 释迦摩尼佛以为他碰轰 就是他自己自夸而已 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好参学的 后来他本来为他的威仪跟向好所射受 然后后来就听到释迦摩尼佛这样讲 他说我没有老师 我是自己觉悟的 我已经觉悟了 然后他看着看 他也很客气 他就说是这样 然后他就没再问 他没说那你觉悟 你觉悟了什么 他应该要这样问 他是没有这样问 他就说那你要去哪里 因为你要知道他没有问佛就不说 所以他说我要去鹿野院 然后就祝福一下 那就走了 那这件事情也让我有时候想很久 就是说如果当时是我 那因为我们也有可能会这样做 就是即使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 我们也容易认为我们会把修行当成 就是看年支 就是说你出家多久 你修行多久 或是你有些什么经历 你拿过什么奖状 或是说你去过哪些道场 那么当过手座 当过什么 这个不一定 这个真的是不一定 但是他这个也是可以做参考 比如说以前 现在比较不会 但是以前我还在读书那个时代 那么一般都是要先看文凭 所以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你会不会读书没关系 至少用混的都要混 混一张文凭出来 那么你比较好找工作 以前是这样子的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有一张文凭 高中文凭 有买的也没关系 当然不可以 但是就是说你想办法 我不晓得你们以前可能也是这样 因为有些年纪都比我还大 有可能也是这样 就是有一张高中文凭 然后你要工作干什么 人家先看这张文凭 而且很多找工作都要先 有什么文凭什么文凭 也像这样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 也是一种方法 但不是多数人 多数人的经历 那么修行呢 修行的文凭是什么 那么基本上很多人还是 比如说你是 什么大道场的 或是你读过什么佛学院的 或是什么 这个有时候不一定 这不一定 真的有时候不是说 你读过佛学院就懂得比较多 但是有读佛学院 毕竟会 多数来讲 就好像你有读过大学 至少 你会输读多一点 但不是没有读过大学 就是输读的不多 不一定 这个是不一定的 那么释迦摩尼佛这种修行经验 其实是不多 老实讲 第一个他 从出家到成佛才六年 只去只见过四个人 到四个地方 第一个是 第一个还 第一个是去 去这个 拔切婆 他才一天 才住一天 然后他就离开了 修苦学了 拔切婆 住一天就离开了 然后才去参返 阿罗罗加兰 玉陀罗摩罗子 然后后来又去苦行灵 总共才去四个地方而已 你看 他的参学经验非常少 但是因为他过去生累积的多 这一生少一少少 他就能够成就 如果你过去生累积的很少 这一生就要比较多 所以佛地址也是这样 佛地址也是这样 有一些讲一句话就开入了 有一些讲了几年都不会开入 不但不会开入 还起烦恼 那么这种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我们说最利根的 也不是利根的 就是说佛陀讲最少 然后就马上证阿罗罗的 也很多 比如说虚拔陀罗 才佛灵命中 才将取去完成正阿罗罗 然后还先佛入涅槃 那这种情形其实也蛮多 比如说三加社 三加社有一千人 那我一开始看到说佛度三加社 我们后面会讲到三加社 那么三加社总共有一千人 基本上应该都是大概 那么这一千人真的每一个都赠阿罗罗吗 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怀疑 怎么可能这一千人全部都赠阿罗罗 就没有一个两个没有赠的吗 或是一个两个只赠三国 赠二国的吗 全部都赠阿罗罗 这到底是事实还是只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比较圆满的说法 我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怀疑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会基于事实 就是基于常情去想 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呢 有可能 就好像在一条船上 你说船翻了全部人都死了也有可能 你说真的那船 他就是贡业嘛 你知道 他就也有可能 就善根都成熟 这一群人基本上是共业 然后彼此都是 一直一直都是这样修训的 像这种是比较特殊的 舍利某木建连的有两百五十个 也全部赠阿罗罗罗 所以最早的一千百五十个 你看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情形 其实像大家设这一种也好像是十五天 木建连七天 舍利某也十五天 那有些是一天 像阿安经里面有一个 杂安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最特殊的 那么有一个居室 那么半路易见佛 那么佛要去早上 早上佛要去脱佛 然后他见到佛 他就问佛一些问题 佛说我现在要去脱佛 脱佛有时间限制 等我回来我再跟你讲 他不行 他一定要问佛 没办法就跟他讲 讲一讲就正出国了 那等到晚上 他就被牛撞死了 撞死之前他就正阿罗罗罗罗罗 耶佛厉害 在家人 那么所以这个情形也是 这个好像 好像是辟之罗加设的样子 辟之罗加设的样子 辟之罗加设 那么这个情形也很特殊 但这个都是因为他善根成熟 但是你认为很多人也不相信 所以说... 这样这个人早上听法 晚上就正阿罗罗罗罗罗了 而且晚上他就死了 被牛撞死了 他能够正阿罗罗罗罗 怎么会被牛撞死 他怎麼那麼快能夠正他的患 那很多人也懷疑 那佛祖他已經正他患 所以這件事也讓我們就是說 就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他都有他過去生修一虛寫的善根 這一點我一直很相信 就是說 佛法裡面來講 第一個你能夠做人 你能夠做人這件事來說 你過去一定有累積人的善業 就是人的善業 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要掌握三個東西 一個就是善根 一個就是善業 一個就是善源 就是說 我們現在雖然是在講佛陀的故事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從佛陀的一生中 得到一些啟發 就是有助於我們的 就是說別人到底怎麼修的 別人遇見佛到底怎麼學的 那對我們來講 那麼啟發了我 因為佛法最重要是啟發 我們看別人的故事 聽別人的話做什麼 因為我們也想得到這樣的利益 那佛法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這三個事 善根 善業 善源 那善根基本上就是 佛法上的 其實就是 佛法上的理解 其實它就是 一般我們講的就是說 那從安含經裡面講的善根主要有兩種 就經論裡面講的善根 一個就是 以智慧為代表的 所謂的無貪 無稱 無痴 無貪 無痴 叫做三善根 無貪 無稱 無痴 這個應該大家知道 因為我常常有說 無貪 無稱 無痴 這個就叫做三善根 三善根 那麼這個都是以智慧 你才能夠無貪 無稱 無痴 就是 它是以智慧為根本的 是無漏慧 是以無漏慧為根本的 但是無漏慧之前 它一定要有定 定之前一定要有戒 戒之前要有信 基本上從信 從信入 然後開始講戒定慧 那 這個 所以你才能夠無貪 無稱 無恥 一般我們還沒有辦法做到 叫無貪 無稱 無痴 但我們要像無貪 無稱 無痴 就是 我們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是說沒有辦法一直持續的 無貪 無稱 無痴 有時候 但是如果講這個吃的樣 吃就是我見的話 那麼我們一般是還沒辦法 像玉貪 涉貪 無色貪 無色貪 比較深的來講是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察覺我們的貪稱痴 然後控制我們的貪稱痴 我常常說休閒基本上就是先覺察 覺察你的貪稱痴 有貪之有貪 有稱之有稱 然後再少貪之少貪 少稱之少稱 少稱之少稱 然後再無貪之無貪 有貪之 然後再無貪之無貪 無稱之無稱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戒定慧 戒就是控制煩惱 戒是控制煩惱 定是調伏煩惱 會就是斷除煩惱 那你要斷除煩惱你才能夠這樣 那這個是三善根 那一般我們講的有善根有善根 就是你有想要修行 有想要達到無貪無稱無痴 這個就是解脫的境界 解脫就是沒有煩惱的境界 那束縛就是有煩惱束縛住 解脫的相對就是束縛 束縛就是有貪稱痴的束縛 那有貪稱痴就有什麼 就有業 有業就有什麼 就有輪迴 有輪迴就有什麼 就有苦 其實是這樣來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講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五根五立 性禁煉定慧 它也叫做善根 就是能夠增長善法 從這個根增長善法 那你有貪稱之就增長邪法 就增長惡法 性禁煉定慧 如果依經論來講 那這個善根表現出來 其實就是你對佛法的耗耀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你對於佛法耗耗 那麼經典的說法就是歡喜信受 你歡喜信受佛法 你就有善根 你能夠依教奉行 你的善根就深厚 基本上是這樣 歡喜 你聽到佛法歡喜 相信 相信 然後受慈 然後能夠依教奉行 你對於佛法 佛法 神 三寶 你歡喜 信受 那麼 這個是有善根 你能夠依教奉行 這個是善根深厚 基本上是這樣 那 可以做人 可以做人 基本上是要有善業 至少是五屆十善的 五屆十善 十善 十善業多了就升天 那麼少一點 平均平均 及格啦 就做人 所以就是人天嘛 人跟天 基本上都要建立在五屆上 那要不然你就會剁三二道 就會剁三二道 那屆差一點的話 或是煩惱得性差一點 得性差一點 那麼 也會做要叉啦 阿修羅這一種 天龍八部啊這一種 那我們能夠做人 基本上是建立在善業 建立在這個善業上面 那麼有少分的善根 因為他貪嗔痴沒那麼重 貪嗔痴沒那麼重 那你能夠好要佛法 你能夠好要佛法 學習佛法 願意學習佛法 基本上 金剛經的說法就是 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我而中善根 那你如果還聽得懂佛法 願意依教奉行 那這個就叫善根深厚 那我們每一個人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你願意坐在這邊聽法 然後願意照著佛法來修行 基本上都是善根深厚 但是善根深厚是深厚 還要這個厚還要看幾寸厚 是啊 所以有些人聽了 有些人聽了就懂 有些人聽很久不懂 這個就有差別了 就是都是厚 因為這個深厚是跟其他的眾生比起來 你跟三六道比起來 你的善業一定比他多 你跟不學佛的人比起來 你的善根一定比他厚 但是同樣學佛的人裡面 又分了 又分了 所以有些人 聽是喜歡聽 但是怎麼聽聽不懂 佛弟子跟佛出家的也有 也有這樣子的 怎麼聽聽不懂 那麼聽懂是聽懂 他也不一定照著做 就是說歡喜信受是歡喜信受 他還不一定依教奉行 那這個是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層次的差別 好 依教奉行是依教奉行 也不一定能夠什麼樣 能夠就是你修了幾分 你能夠得到幾分 這又有差別 一樣是比如說 一樣是聽聽經 那麼有些人懂了三分 有些人懂了五分 一樣是念佛 一樣是念佛 那麼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得到念佛的功德三分 有些得五分 一樣是有禪定 有些人很容易入 有些人很不容易入 那麼一樣是持戒 有些人就持三分戒 有些人持五分戒 什麼叫三分戒 五分戒 一分戒 比如說好 比如說不殺生戒好了 那有些人不殺生戒 持得很遠 一隻螞蟻都不殺 那有一些人就不是 就主要是不殺人而已 或是一些動物不殺 那些老鼠蟑螂 那是牠們該死 那不一定 那所以這個就很難說 就持戒沒有那麼 那麼嚴 這個是有時候就是每一個人的那個 我們說善根的深厚不太一樣 那一樣是依教奉行 我也持啊 但是你持幾分就不一定 持幾分就不一定 比如說有時候我會去跟人家說八關再見 那八關再見不是不歌舞唱劑嗎 有一些人其實就是他雖然不唱歌 但是有時候高興起來還是很兩句啊 那這種就是變成他也不會在意到啦 就是說他沒有很努力注意這種東西 那這種是所謂的他善根 然後影響他的善願 那最重要還是除了善根跟善願之外 還有善願 因為就算比如說像佛弟子裡面有很多人 沒有遇到佛 不是就是有一些人不很多 沒有遇到佛他也可以解脫 像大家設舍利佛這一種 就算今生沒有遇到佛他也可能解脫 善根成熟了嗎 他的善根成熟了嗎 那麼但是多數的人沒有遇到佛引導的話 他的善根不容易成熟 那圓有時候他有兩種 就是善源他就容易助到 容易助到 容易助到 如果是二圓呢 他就容易漲到 那這個也很重要 如果你善源你自己比如說很簡單 你自己走這一條路 你有多少體力 你如果能夠走五公里 假設你能夠走五公里 假設你能夠走五公里 你的體力 你帶的便當或是你怎樣 你能走五公里 但是你有住員 有人扶著你 或有人開車載你 你就可以走十公里 所以這個 就是說你受傷的時候 馬上遇見一個人 把你包紮傷口 你又能夠繼續走 因為你的惡業 你會讓你走路走到一半受傷 或是你不受傷 你的體力只到這裡 剛好有人送了飯給你 送了水果給你 你很渴的時候 剛好有人給你水 所以能夠讓你繼續走下去 那因為我們過去中 造有很多業 那麼所以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會有人願意幫助你 在我們遇到瓶頸的時候 會有人願意協助你 那麼這跟你的善言有關係 那如果是惡言呢 惡言就 你本來可以走五公里 但是有人障礙你 你可能只能走三公里 或走兩公里 就會這樣 所以這個也牽涉到 我們就是我們在修行上 基本上要把握著 一個就是 你自己要努力去學習佛法 就是對佛法要歡喜心受 然後最重要要依教奉行 要增長自己的善根 那麼在增長善根 就是你那個心 然後你依教奉行的時候 它基本上 你要從這個所謂的 這個造作這些善業 善業就是努力去 努力依著佛法的五屆十善去做 那當然你所謂的三十七道品 這個助道品 基本上從某一方面來講 它都是增長善根 增長善根的 能夠讓你對佛法能夠契入的 然後最重要的還是 你不能只是自己修行 你要幫助其他的人修行 然後其他的人走不動 你要體諒他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夠認為他拖累了你 或是你指責他為什麼不走快一點 為什麼你不能走 那麼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他的程度就到那裡而已 他的體力就到那裡而已 所以你做的 你主要是你要扶助他 這個就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有善緣的地方 那這個從哪裡看得出來 就是說你做很多事的時候 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很多人協助你 如果是不好的很多人阻止你 你的善緣就是有 如果你做不好的很多人協助你 如果你做好的很多人阻止你 就是你的惡緣多 就是你做好事很容易成就 你做壞事不容易成就 那麼有一些人做壞事不容易成就 做好事不容易成就 就障礙特多 可是你要做壞事 很多人來幫忙你 很多人隨行你 那這個你就要小心了 你說我怎麼這麼倒楣 不是你倒楣 你善緣不夠 善業不足 這個時候你就要靜下來想 我要從哪裡補足我的善緣 真的 要這樣 這樣你修行的障礙會少 尤其像一個團體 基本上 它是人跟人之間 彼此互相影響 那這種影響 假設你心力夠強的話 那麼所有對你的影響 都能讓你增上 不管是順增上還是逆增上 但是如果你的心力不強的話 心力強就是你善根深厚 其實不管善緣惡緣 對你來講都是真善緣 但是一般的人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惡緣就會讓他障道 善緣就會讓他住道 那如果你的煩惱重的話 善緣也會障道 那惡緣就更不用講了 就會讓你造惡緣 也一樣自己障道 又障別人道 其實是這樣 我們看釋迦摩尼佛度的地址裡面 很多也有這種情形 很多也有這種情形 就是他佛地 像這個佛地址裡面很有名的六群比丘 那六群比丘是很早期出家的 馬斯、滿宿、禪陀、佳流陀儀 那一樣是六群比丘 有兩個升天 有兩個多惡道 有兩個得解脫 你看 那是怎麼樣呢 那就是說 兩個得解脫的其中一個是佳流陀儀 那他後來將功贖罪 已經鎮壓的話 他覺得他以前對佛法這樣 所以他就努力去度眾生 雖然他已經鎮壓的話 他還是努力去度眾生 那麼 我們看這個 比如說佛陀要去度這個 吳比丘之前遇見這個幽陀 那幽陀為什麼可以見到佛 而且歡喜迅送 歡喜啊 生歡喜 這個第一個是他跟佛有緣 那麼他也有這種善根 不是所有的人見到佛都會歡喜 不是 有些人見到佛是承認的人 真的 真的 你說 你威夷好莊嚴好 我看到你就歡喜 不一定 不一定 那多數人是會歡喜 多數人會歡喜 但即使是佛也不是大家都歡喜 不是 那你為什麼見到佛會歡喜 你為什麼聽到佛法會信送 這個其實就是跟你的過去的緣有關係 那如果沒有 不是你的歡喜的心沒有持續很久 那麼這表示你有緣 但是緣不深 這個時候你就要加強這個緣 那像這個幽陀見到佛歡喜 而且非常恭敬地問佛 你的師父是誰 但是基於他先入為主錯誤的觀念 就是他有緣 但這個緣不深 這個緣不深 你像那個 我們說那個 支羅加社 我們剛才講那個例子 他見到佛 他見到佛是這樣問的 他是佛要去托伯 他見到佛 他說其他 我有一些問題 你們不能替我解答 我跟他講說 我跟他講說 我現在要去托伯 等我托伯回來 我就跟你講 他說我就問幾句話 他本來也煩了 他說我就問幾句話 你就不能先為我講一下嗎 他開始 他就這樣講 我就只是問幾句話 那你就不能為我講一下嗎 然後佛頭看著看他 好不好 因為托伯是有十全心智的 不知道你要問多久 佛頭說 好 那我問你說 他就開始問 那問 當然問的問題是比較深的問題 他是問苦是自作 是不是自作 自受 講這些 就是牽制到無我的問題 那就表示他一直在想這些事 那這些事其實他為什麼要想這些事 他沒事不去想怎麼賺錢 他想這些事做什麼 他有善根 就是你平常想些什麼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人起煩惱 那麼 這個人起了煩惱 那 你針對這個人起煩惱這件事 想些什麼 比如說 我要怎麼樣幫助他調悟煩惱 那麼這個就跟法相應 那麼如果只是說他這個人起煩惱 你一直想這個人不對 我要怎麼對治他 這個就跟法不相應 是這樣子的 那 我們基本上思維 就是我們的思考方式 我們的思考方式 比如說像那個智羅 智羅家瑟 他為什麼要想苦到底是自作的 還是他做的 一般人會想這個嗎 不會啊 一般人不會想這個 一般人會解決這種事情嗎 不會 那表示他一直對於 就是這種事會讓他耿耿於環 表示他要解決某一些很深層的問題 比如說假設這個人起了煩惱 那麼你看到的是這個人起煩惱 那你有沒有看到你也有這種煩惱 我會不會這樣起煩惱 像比如說像優陀 優陀遇見佛 優陀遇見佛 那麼他基本上 一開始對佛是信受的 後來不信受 為什麼 那我們會不會也這樣 我們就開始要檢討我們自己 日盡就是盡 所有的靜 所有的靜 都是靜子的靜 他能夠 讓你知道你現在的心是什麼 讓知道你心的相狀 那你沒有看到 現狀 現狀 相狀 比如說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人起煩惱 那麼我就很嫌棄他 那麼你不會看到自己的嫌棄心 你只看到這個人是醜陋的 但是你沒有看到自己的心 當你嫌棄的時候 這個心也是醜陋的 因為你沒有看到 你不容易看到 所以你必須要那種 就是你的善根深厚不深厚 其實跟你 對你心 察覺的維繫度有關係 對好的 對法的好要的 的層次有關係 那比如說像我們看到 優陀 見到佛之後 那麼如果是我們 我們會不會依於我們的習慣 覺得這個人剛出家 就沒休閒 或是這個人都沒有讀什麼書 就沒休閒 我們會不會習慣這樣 那麼其實如果有人表示說 你跟世間的人一樣的思維 我們只是借優陀這個來講很多事 就是借優陀這樣 那後來因為他這樣 他是第一個見佛的 前面還有兩個 就是提味跟玻璃 那麼提味跟玻璃 好 我們就講比如說提味玻璃 他們兩個 這兩個人是佛成佛後 天神不用講 就是這兩個人是佛成佛後 第一個見佛的 就有些人會發言 我要最先見佛 我要最先供養 這兩個人是最先見佛的 但是這兩個人並沒有聽佛做法 沒有啊 佛出傳佛人不是為他們呢 你看 佛在見五比丘之前 佛在見五比丘之前 有提味跟玻璃 已經供養佛了 他是最先供養的喔 他是最先供養的人 那麼最先問法的是提味 最先供養的是提味跟玻璃 那最先問的 遇到佛最先要問法的 但是沒有問 那個是誰 優陀 可是這些人都沒有成就 善根不深厚 雖然有善緣 那是這樣子的喔 那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不會覺得 佛法我也聽得過多了 然後用功我也頂用功 可是為什麼人家都有一些消息 我是什麼消息都沒有 那我到底從佛法中得到什麼功 有時候會疑問喔 有時候會疑問 為什麼目見人舍利佛還沒見佛 只是聽馬聖比丘說法 舍利佛只是聽馬聖比丘說法 目見人只是聽舍利佛說法 就正出國 那同樣的話 我們不知道聽幾百次了 為什麼 我們好像無動於衷 為什麼 有時候我會想這些東西喔 當然我也不是無動於衷 我也很深刻 但也還沒有那麼可以說 我就得法眼鏡 我只有戴眼鏡 沒有得法眼鏡 那麼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這樣 那麼這個其實就跟你的善根也有關係 就是你平常在想 看見一個境界 境界太多的嘛 天天都有境界 眼睛一睜開就境界 那麼仔細聽就有很多聲音 好的聲音不好的聲音 好話不好的話 好人不好的人 反正非常多 那麼這些 你遇見這些境界 你都怎麼想 想完了 你都怎麼做 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個就決定於 你遇見佛或聽見法的時候 你有沒有成就 成就到哪裡 你不要以為你天天拜佛念佛參加法會 那麼次數多一點 法力就高深一點 善緣就多一點 善業就多一點 善根就多一點 不一定 重點是 因為所有的功德都在於這個心 你做這件事 怎麼想的 做完了之後 你怎麼想 通常就是三個嘛 做之前 你怎麼想 就是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做的時候 你用什麼心來做 做完了之後 你用什麼心 你用什麼心來想 那麼這個心一直持續 多久 那麼這個就決定 決定你的善根 深不深厚 然後這個善根深不深厚 成不成熟 就決定你遇見佛 聽見法的時候 受不受用 成不成就 成不成就 那這個其實是 有時候我們一直 一直在學佛 一直在學佛 那有時候常常要問自己啊 我們到底學了些什麼 用得上用不上 那實際上我們以為我們用得上 可是 遇見某些事情的時候 又 很明顯的是用不上 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最重要的是 你怎麼看待一件事情 不管這件事情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怎麼去想這些事情 那怎麼想 你說那我怎麼知道我想的對不對 你想一想 佛法基本上就是 無貪無稱無辭 善根就是無貪無稱無辭 我們就從這三個地方去看 那麼你這樣想的時候 是不是跟煩惱相應 我們說無名相應 跟貪真之相應 那貪就是 貪基本上就是 在你所得的範圍之內 你要比別人 你想 比別人得更多 就是五欲這一部分 在五欲這一部分 你想要 做得比別人少 那麼用得比別人好 這一部分來講 那個其實就是貪 那麼你對於別人的不長見 或是對於別人的煩惱 你看不慣聽不慣 那麼這個基本上都會跟稱相應 那你不曉得佛法真正的道理是什麼 佛法到底要帶給我們什麼 那這一部分你沒有仔細去想 你在有貪的時候 你看不見自己的貪心 有稱心的時候 看不見自己的稱心 這個基本上就是吃 所以這會造成你 那麼很多錯誤的事情 你一直在做 那麼你還一直以為這樣做是正確的 那這個我們都要很仔細的想這些事 我們讀很多書 讀很多經 那麼如果這些道理 就是你沒有仔細去想的話 其實作用都不大 歡喜是歡喜 但是你沒有辦法 契入了 就是跟佛法是不相應 所有的宗教 基督教在唱聖歌的時候 天主教在做彌撒的時候 他們也很歡喜啊 他們也很歡喜啊 歡喜信受啊 他們一樣啊 那佛法的歡喜信受 基本上不是因為佛 是因為法 是因為法 那什麼是法 那其實就是讓你不起煩惱的方法 控制你的煩惱就見嘛 調伏你的煩惱就定嘛 那你能夠最終能夠斷除你的煩惱 那個就是會 那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修行 不以調伏自己的煩惱為主 而只是為了對峙別人的煩惱 那個就跟法不相有 跟法不相有 這個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因為講是這樣講 但做起來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容易跟不容易跟你的決性有關係 跟你的決性有關係 所以後來佛陀 即使是佛陀 即使是釋迦牟尼佛 智慧圓滿 慈悲圓滿 實力是無所謂十八不共法 那麼他也沒有辦法遇到的境界都是好的 很多人 很多人去傷害他 誹謗他去找他辯論 然後甚至認為他使用幻術 反正就很多啦 但是他遇見這些人 甚至他的徒弟 釋迦佛有很多徒弟也不聽他的話 你以為他徒弟 但是釋迦牟尼佛都聽他的話 在雜喊裡面有兩個 釋迦佛的徒弟在這個 在吵架 兩個人吵得很厲害 一直在吵 釋迦牟尼佛過去跟他說 那麼大家 大家就是要 要調伏成心不要吵 那兩個人可能吵得太厲害了 就跟師父 這件事你不要管 這個人如果我不這樣對著他 也能頭欺負 類似像這樣 這件事我處理就好 你不要管啊 他說不是師父 這件事他怎樣 兩個人就吵得很厲害 釋迦佛勸都勸不聽 後來他想說我也勸不了 他要不要煩惱 他也不煩惱 他自己跑到森林裡面去打坐 我也講不動他 為什麼 你看他可以跟釋迦佛出家 但是他的心 所以他也跟他講了 你要調伏自己的稱心 但是 他看不到自己的稱心 他會覺得 我沒有稱心 師父是他先惹我的 他讓我稱恨的 如果他不讓我稱恨 我怎麼會這樣 他說不是 兩個人又吵起來了 釋迦佛講不停了 好 那麼假設你是當時的釋迦佛 假設是我啦 我哪有可能放任他們這樣子 所以我不能成佛嗎 我現在還沒成佛嗎 我現在要站在這裡 而不是坐在上面嗎 那麼這個就牽涉到 所以一樣 我們大家都這樣 我們大家都這樣 我以前看虛應老婆上的故事 也給我很深的聲 也給我很深的這個影響 虛應老婆上答應人家去傳見 然後他中途掉到河裡面 中途掉到河裡面 然後被救起來 然後發燒了大概好幾天 還好被救起來 他差點死掉 已經在死亡邊緣了 可是那個時候虛應老婆上很厲害 他想如果死那就死了 他也不害怕 這個厲害 這第一點就厲害 如果是我們 我們會很害怕 他說我現在 虛應老婆上那個時候 禪定功功很好 正用功 然後這個 那個時候就會很擔心 但是他也不會 他就是心很平靜 這個時候心還能很平靜 已經瀕臨死亡邊緣 他心還能很平靜 這個不簡單 真的 我們一點點小病 我們就很緊張的不得了 當然有病也是要看醫生的 但是我是說 他在遇見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他心都很平靜 憑什麼平靜 他平時就平靜 那我們平時就不平靜 雞毛蒜皮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爆跳爐 來這邊跳這邊跳 那習慣了 就是一點點小事 就看不慣 他就會 心一直跳一直跳 心起伏不定 那一件大關 一件小事情 你都起伏不定 一件大事情 你難能夠平靜 沒辦法 所以這個表示他平時就 會調伏煩惱 煩惱有 但是起伏不大 然後他被救 就是被救起來之後 已經開始有一點意思了 問那個人現在是幾號 他說 就是今天開始要爆到 他趕快很緊張 那個救他的人說 你現在不能動 你現在身體剛好 沒有體力 你現在去很危險 因為他已經答應人家了 所以他一定要去 所以就趕著去 趕著去的時候 抱著生病的體 抱著這個生病的身體 那麼趕著去報到 他已經快來不及了 結果一去 人家看他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遲到了 就開始罵他 那個寺院的指示法 因為那個是傳戒 就開始罵他 把他罵到很厲害 他都不辯解 這個很厲害 這個我覺得 是我的話做不到 假設 假設我只是舉例 比如說 我要來 我要來這邊上課 假設 那我上課上到 比如說我剛好 受傷了 但是我為了要來上課 我就勉強 勉強把這個 忍著痛來上課 結果因為半路車又壞掉了 我又弄了很大堆才來 結果一來就被 就被這個道龍法師罵 假設 我只是 我只是舉例 那我會覺得很委屈 我一定會跟他講 你知道我要來上課 我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一定要先說明 對不對 因為我委屈嘛 我委屈怎麼可能不說 虛擾而上即使委屈也不說 聽他罵完就趕快去做事了 我一直在想 這是怎麼做到的 你不要只是看他 去到哪裡 龍王來歸一 白鵝來歸一 然後那個土地公先報 有菩薩要來 然後那個枯樹會開花 然後天月迎空 這些都是他的一些很奇這些 他這些能力 他這些功德怎麼來 就是 就是 從這邊來的 那你不去學這個 你只是想說 我哪一天去到那裡枯樹也會開花 沒有 你的功德不到那裡 枯樹不會開花 只有開花的樹會枯掉 所以你要去學這個 這個厲害喔 這個厲害 就是說 我們在遇到境界的時候 怎麼樣 用佛法的心態 這個就是跟法相認 這個就是跟法相認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只是說 我們看到幽陀這樣的例子 然後順帶講 就順帶講了這麼多 好 這個是 後來他就跟他說 幽陀就跟這個佛陀說 因為佛陀說我沒有老師嗎 他就開始有一點點 不相信佛陀的 有疑 後來他也沒問 他也沒問那你說你覺悟 你覺悟 那你覺悟了什麼 其實這個應該要問 他就不問 他不問佛陀就沒有講 沒有講 他說那你要去哪裡 他說我要去陸也院 祝福你 就這樣 就分開了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好可惜 好可惜 我們有沒有曾經這樣 跟那個善緣就這樣走了 好 那這個是幽陀 完了之後佛陀 接下來佛陀就一直去 吳比丘那裡 那吳比丘我們有講過 他是 其實他不是要修行的 他是今晚晚派出來 保護佛陀的 那都是 都是王公貴族 都是王公貴族 所以 因為佛陀不修苦行的 他本來都在苦行林裡面的 修了至少五年多 因為他從 全部是六年 六年到底聚集日子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 但 六年半也是六年 五年半也是六年 基本上是這樣 不管 至少修了五年多 至少修了五年多 就是 吳比丘在 西達多去苦行林不久 他們五個就去了 今晚晚派去保護他 因為他既然不能回來 因為他曾經有 派人去勸他回來 他不會回來 所以 他就派人去保護他 這五個人去保護他 就跟著他在苦行林休息 後來慢慢慢慢 你看 慢慢慢慢 也習慣了這種生活 他也不能回去 因為他是要來保護這些 保護西達多太子的 結果西達 照理講 西達多太子離開苦行林 他也要跟著去到他的地方 保護他才對 但是這五比丘 基本上是 西達多太子 離開苦行林的時候 他就認定 你看 就先入為主的觀念 他就認定 這個西達多太子不修行 因為 當時認為 苦行就是修行 這件事 即使在佛陀成佛後 提伯達多的弟子 也是這樣 就佛陀的弟子 也是這麼 苦行對印度的 這個觀念影響很深 即使到現在 還一直認為 苦行就是真實的修行 只有苦行才是修行 所以提伯達多後來 修苦行的時候 他恢復修苦行 就是 他不吃魚跟肉 這些比較好的東西 然後不住房子 就住樹下 一定是穿份掃衣 然後像這個 就比較 比較修苦行 佛陀不吃 佛陀是有什麼吃什麼 好的也吃 不好的也吃 提伯達多不是好的不吃 提伯達多不是吃素 很多人誤會提伯達多吃素 不是 提伯達多是不吃好的 這個好的包括 魚肉 乳酪 蜂蜜 這一種 這一種算是比較好的 高級享受的東西 他不吃 所以他不吃魚跟肉 只是因為魚跟肉 在當時是屬於 比較好的東西 然後牛奶 乳酪 這一些 都是比較高級的東西 他不吃 因為他修苦行 然後他也不住房子 他住樹下 然後佛陀是衣服 好的不好的 當然就是壞色衣 基本上都沒有關係 但是他不穿 他只穿分少衣 那又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會 佛弟子 你看 佛弟子有一些人 一開始 據說有五百個 其實是很多數的意思 有很多人去跟提伯達多 有很多人去跟提伯達多 佛是已經成佛的 提伯達多還沒成佛 而且還是佛弟子 為什麼這些佛弟子 會去跟提伯達多 因為看起來提伯達多 比較有修行 他修苦行 所以你就知道 即使到佛成佛那麼久了 很多人還是認為 修行就是要修苦行 修苦行才是有修行 不對喔 不一定 衣服要穿得破破的 然後要吃的東西都是吃不好的 然後住山洞 這種人就有修行 不一定喔 不一定 那個是苦行的關係 當然這種 能夠這樣也是一種修行 但不代表他就是 真正的有修行 不一定 真正的修行是 內心沒有坦誠吃 有慈悲 有智慧 人人路 因為有這些德 而不只是 你能夠吃不好的 穿不好的 但是你的心情常常不好 那這樣 這樣有什麼用 沒有用啊 你沒有光明 那好 那就見吳比丘 那吳比丘 不跟著佛陀去普吉加雅 照理講 他要跟佛陀去普吉加雅才對 那個時候佛陀也沒有決定要去哪裡 就是一面走一面走 他找一個地方 好好修行 因為他 他 所知道的修行方法 他去參返過了 都不能讓他得解脫 都不能讓他得解脫 所以他就是要去 自己找尋解脫的方法 後來 看到普吉加雅那一棵 那一棵壁波羅樹 他就決定在那邊打坐 我如果在這裡沒有成佛 我就不起來了 我就死在這裡了 他就這樣發這個願 那後來成了佛之後 我們說過他本來不想說法的 因為他覺得這個法這麼深刻 說出來可能也沒有人懂 後來他還是說法 就到處去說法 那想讀他兩個禪定的老師 後來王山了 後來就要讀吳比丘 那吳比丘我們說 他並沒有跟著釋迦佛 後來他覺得希達多太子不修行 所以他就捨棄他 捨棄他他也不能回去 所以他們就到鹿野院去 這五個人也不繼續修苦行 如果繼續修苦行 他就在苦行林就好了 他也沒有 所以他們就到鹿野院去修行 所以佛陀後來知道 他們在鹿野院就要去找他 這吳比丘也知道 這個希達多太子要來找他們了 他們五個人先商量好 等一下那個太子來的時候 大家不要跟他講話 不要理他 因為這五個人心裡有氣 我放棄 年輕都年輕的 你想想你在王公 年輕的過著富貴的生活 忽然間被派來要去照顧 到苦行林裡面什麼都沒有 吃不好穿不好照顧這個太子 幫助他修行 結果他後來不修行 不修苦行他們就認為不修行 你會不會氣 會啊 你當然會氣啊 我捨棄了那麼多來幫助你修行 結果你最後不修行 我們又回不去 所以這五個人會很氣這個人 很氣這個希達多太子 所以這五個人商量起來 跟他講 等一下那個太子來的時候 說我們都不要理他 不要跟他講話 讓他自己慚愧 就不要不要理他 結果兩個五個人都講好了喔 五個人都講好了 喬成魯啦 這個馬聖啊 這個都講好了 那結果看到釋迦佛來的時候 人那個威德力不一樣 看到釋迦佛來的時候 因為成了佛 那個光明不一樣 先不要說佛有沒有放光啊 就算他沒有放光 但他的那個威夷 他那個橘子 因為佛 據說一出生那個像好就很明顯 他不是成佛才有像好 他出生就三十二像 所以他那個像好是很明顯的 就是說他非常的莊嚴 但是 但是你成佛之後 那一個展現出來的那個氣質 我們說那個磁場 不太一樣 所以這五個人 一看到希達多太子 已經成佛的釋迦佛尼佛 一看到他 之前已經朝夕相處至少五年了嘛 以前在家的時候也相處很久啊 後來出家 陪著他已經四五年了 都沒有這樣過 後來再看到他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苦形象 你們看他的苦形象受到不行 後來成佛的那個光明不一樣 馬上這五個人 不由自主的全部跪下來頂禮 是這樣 那頂禮完了之後 開始 這個 那個 他們就質問他啦 他也就質問他 你為什麼要放棄修行 所以才開始 釋迦佛有第一次的出傳法 講中道法 中道 就是說他開始說 這個是中道的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就是針對 針對無比丘認為苦行就是修行 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 他開始講 他開始跟他講 我已經一開始去就跟他說了 我已經成等正確 我是一切智者 他開始跟他講 他說 有兩種障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有兩種障 就是修行有兩種障礙 這個是對一般的人來說 那我們的障礙可多 我們基本上我們說有三種 業障 煩惱障 暴障 這個是另外一種的 一般我們說的三種障 我們宋經不是會念 願消三障出煩惱嗎 三障 暴障 業障 煩惱障 就是會障礙的 另外一種說法是四種磨的說法 磨就是一種障礙 四磨 這個都是修道上的障礙 那磨有四種磨 死磨 煩惱磨 無音磨 無音磨 無音磨就是這個身體 這個果報生 煩惱磨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天子磨 那這個彼此前有什麼關聯 它基本上都是障礙的意思 這是障礙的意思 這是障礙的意思 這個都是障礙的意思 可以障礙 障什麼道 障解脫道 障解脫道 那你看 它同樣都是障礙的意思 那或是講四磨或是講三障 那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這個無音磨 無音磨基本上會有什麼 饒病死 這種狀況 這個基本上都是所謂的 那麼後來輪迴它一定有時間的限制 那這個可以說 這個其實可以說是類似像暴障 暴障 那這個無音磨 它本身有種種種種種的狀況 生病啊 有的沒有的 然後要吃 要喝 沒有的吃就沒辦法修行 缺水缺什麼一大堆 那這可能就是有類似像這樣的關聯 那煩惱魔就是煩惱 煩惱 煩惱 這個是煩惱障 那另外就是外界的 這個都是自身的 那另外就是你的善緣不夠 有這個外立的天子魔 那麼你的善根不深厚 那這個其實都是障礙 那現在講的這兩種障礙 不是跟這個不一樣 它是觀念上的 觀念上 那佛法裡面在講修道的障礙 我以前剛出家的時候 花了很多心力去了解 修道上到底有什麼障礙 那去找所有各個經典講的魔 到底都是誰在障礙我們 真的 然後發現其實真正的魔 基本上最主要是什麼 煩惱 煩惱 因為煩惱才造業 因為造業受果報 那煩惱其實就是沒有正見的心 不如理思維的心 所以剛才我們講那麼多 就是說 你的想法沒有從佛法的角度 不如理思維 這個是障礙修道的根本 讓你不得解脫的根本 真的 你後來就會發現 那這些天子魔外立的 其實都是跟你的煩惱相應的 你內在沒有這些煩惱 它不容易相應 不容易相應 你遇到的人事種種物 那麼其實是跟你的業相應的 共業別業相應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他說有兩種賬 一者 心酌欲盡而不能理 這個有很多種說法 不過我們講簡單的 心酌欲盡而不能理 第二個 不正思維 自苦其身而求處理 其實心酌欲盡也是一種不正思維 心酌欲盡也是一種不正思維 這個就是貪 這個是吃 貪不成就成稱 這個主要是心酌欲盡 它基本上就是貪 貪著這個欲盡 那貪不成就會稱 那麼不正思維 這個基本上比較屬於邪見 吃 自苦其身而求處理 這個是心酌欲盡而不能理 這個是自苦其身而求處理 修苦行 折磨自己 那認為折磨自己就可以得解脫 其實是這樣 就有點像有一些人就會 我們有時候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我也覺得 別人欺負我 別人罵我 我要忍耐 我不跟他計較 我就能消業障 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如果這樣能夠消業障 那你要找 你要找你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都來罵你 讓你業障消快一點 哪有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的觀念 如果這樣是消業障 那你應該叫你爸爸媽媽 多來罵你啊 為什麼 幫你消業障啊 不是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聽見很多人都這樣講 這個不是 這個非因即因 如果 如果別人罵你 你可以忍耐不生氣 你不造業 你不去造惡業 頂多就是讓你不造惡業 你有那個力量不去造惡業 但並不能夠別人罵你 會幫你消業障 哪有這種事 但是你可以因為別人罵你 你可以忍耐 你有力量 你不去造惡業 你不會多生惡業 那倒是有的 但沒有辦法消你的惡業 你要知道 如果這樣可以消惡業 那麼我每天都希望被人家罵 哪有這樣子的 不對這樣觀念是不對的 那麼 自苦其身 而求處理 那這兩個都沒有辦法解脫 都沒有辦法解脫 所以離此兩邊 那麼行中道 這個是最早講的 最早講 就是講 離苦樂兩邊的中道 離苦樂 執著於這個無欲 或是苦行 苦樂兩邊的中道 這是對無比丘講的 但單單這樣 單單這樣還不能解脫 對 如果單單只是講這樣 哪怎麼解脫 要講什麼才能解脫 講什麼才能解脫 對 要講無我才能解脫 因為解脫是因為正德無我 斷生見才解脫的 那单单这样还不能解脱啊 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一些经典 他没有讲到缘起世地无我的道理 他只是讲你念的什么做 或是讲了一些什么道理 行善业 那么他就解脱了 要不然就是他没有讲清楚 要不然就这个不是佛说的 不可能 因为解脱就是 你已经证得无我而得解脱 所以佛这样跟吴比丘讲 只是先告诉他 不是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 也不是修苦行 因为他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苦行 这个是当时的外道 认为修苦行苦尽而死 我们的业就消了 受苦就消业 受多少苦就消多少业 这跟我们刚才讲 就是很多人 别人骂你 你在受苦 替我消业 道理是一样的 骂我都越厉害 那我越消得越快 你让我受越多苦 那么我以后要受的苦 就以后就不用受了 就消得越多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这就是这种观念 自苦其身而求处理 认为受苦就能够消业 另外一个反过来就是 那么享福就会了福 也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你吃苦就了苦 享福就了福 这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当然你的受用是有限 如果你过度浪费 那当然就是会消减你的福报 那是有的 但也不一定说 也不一定说你现在有一些福报 那你就不能想 想了你就会了 当然你用是 你有一定的福报 用是会用完了没有错 但是你享福的时候 你再修福 因为有没有 它不是固定的 你借着福再来修福 那并不是说 你想了那么就没有了 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说你受苦 就比较快得解脱 受苦就 恶业就会消得比较快 也不一定 那完全是看你的心 你在享福那个时候的心 跟你在受苦那个时候的心 是怎么想的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所以这里讲 那么之后 据说了 讲了这个之后 就是告诉他们 其实修苦行是一种方法 但不是真正解脱的方法 它不过就是训练你的心 所以后来佛陀 就取了一些比较能够抵立身心的苦行 就变成佛教里面的什么 头头行 头头行其实是从外道的苦行里面 取一些比较有用的 可以抖手身心 就是磨练历练你的身心的 就变成头头行 有几只头头几只头头 那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用 但是有一些苦行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意义的 就无意无利 我们叫做无意无利 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 叫做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 因为现在很多修行人 还是一样有这样的概念 无意义无利 佛陀后来跟胡比丘讲了 这个观念跟他澄清了之后 他马上就相信接受了 所以后来佛陀会看 我这样讲你信不信 你像不信 后面就没得讲 所以像佛陀位在家人也是这样 先想端正法 看他起欢喜 而且他有丧尽的心 他想要更进一步知道解脱法 我就跟他讲什么 解脱法 那如果连端正法 端正法就是不思慈见 他听了都不欢喜 都不想去做 那你说要叫他更进一步 要修行解脱 那就更不用讲了 那叫做不讲 所以你看佛陀说法都会先看 看他的反应 他欢喜 就表示什么 他愿意 然后他有更进一步的心 就跟他讲更进一步的 那后来就跟吴比丘讲这个 你看他翻起来 就开始跟他讲 四地苦疾灭道 然后讲不长不断的 这个中道 这个时候就是无我 不是常见不是断见 然后这个在为他讲四地 所以有时候讲初传法人 是讲四地 那申闻一四地 那意思像这样 那其实就是缘起 四地气就是缘起 然后跟他讲 人生死的整个 人生死的整个 无明 行 就是为什么会有生死 怎么样可以断生死 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是这个我 那这个我是什么 就是不常不断的 并不是很惨 那也不是断灭的 那么吴比丘听了之后 吴比丘听了之后 第一个觉悟的 也不是听了 马上大家都开悟 没有 第一个开悟的是 阿诺乔承路 那后来因为 他们在那里是经过好几天的 具体是有几天 因为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但是是好几天的 据说 因为佛陀在下上 那吴比丘有六个人 六个人 那佛陀是没有出去托播的 佛陀就在那边说法 所以 如果两个人留下来 就三个人去托播 回来给另外三个人吃 那另外两个人去托播 回来给四个人吃 因为佛陀就一直为他们说 佛陀为他们说 那吴比丘里面 有两个人出去外面托播 两个人去托播 然后三个人 在那边听佛说法 然后再换两个人 在那边听佛说法 这三个人去外面托播 就这样 这样经过了几天之后 不晓得几天 具体几天 这个没有说 但是这样经过几天之后 不知道多久不知道 反正就是后来 吴比丘都证阿罗汉 都证阿罗汉 那这样就有几个阿罗汉 六个阿罗汉 佛陀也是阿罗汉 世间上有六个阿罗汉 六个阿罗汉 好 那开始就有什么 就有僧团 六个阿罗汉 开始就有僧团 那慢慢这个六个阿罗汉 那慢慢这个六个阿罗汉 之后开始有这个耶舍 那么这个耶舍也很有名 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件事 就是耶舍当时是一个长者 那么他听说 那个佛度吴比丘之后 那么他们去脱波 那他开始听说 这个有一个成等正觉的人 所以就来找佛 他跟他的四个朋友 叫做耶舍四友 那么这个耶舍 耶舍跟他四个朋友 那么总共就五个人 也是五个人 这五个人听说 听说佛陀有一个成等正觉的人 那就开始来找 开始来找 找佛 没有多久这四个人都证阿罗汉 这五个人都证阿罗汉 这五个人都证阿罗汉 那听了非常欢喜 你看哦 这件事我们来看 这五个人证阿罗汉 这五个人回去找他们的亲戚朋友来 很欢喜嘛 世间上有佛陀有抉择 这个人真的有休闲 这个人可以带你出轮回 他回去找 找他的亲戚朋友父母 那总共找了五十个人来 那可能一个人找七八个人 找十几个啦 如果平均就是每个人找十个人来 假设你现在证阿罗汉 你第一个你要 假设你现在证阿罗汉 佛在这里说法 那你听佛说法之后 证阿罗汉 你一定会想欢喜嘛 你会回去找谁 算算看你要去找谁来 谁愿意跟你来 你爸爸你妈妈 肯定你要找他来 但他不一定要跟你来哦 他不一定要跟你来 那你姐姐你阿姨 你叔叔你伯伯 如果你如果你现在听法证的阿罗汉 你可以找几个人来 他们会跟你来 算算看 现在算算看几个 有没有五个 没有哦 能够找五个来都不简单了哦 因为有的也不信啊 有的没有那么那个样哦 你的亲戚朋友你可以找几个来 就算朋友也算了 你旁边有几个愿意听法 愿意学佛的 有超过五个的吗 有没有 举手看看 有超过五个 只有你超过五个 其他都不到五个 那你算是善缘 善缘比较深厚哦 其他都不到五个哦 如果我的话也不到五个 即使我去找都不到五个哦 我的亲戚朋友这样找啊 真的 啊 就是没有学佛的啦 找来 那你看这这五个人哦 总共找了五十个人来 那都是在家人嘛 而且都不都不是都不是出家的哦 都是啊 那里有一个三知识 三知识啊 我们这非常好 因为他自己正阿罗汉 他知道吗 他已经正阿罗汉哦 然后他就回去找找这些人来 这五十个人都来听佛说法 没有多久 他们五个来 没有多久就正阿罗汉哦 几天我也不知道 反正没有多久就正阿罗汉 像无比丘到底几天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乔真罗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多久 也没有讲 那可能就是当下没有多久了 也许一天 也许一天 其他的就好几天 那这五个人 就耶稣这室友总共五个人 回去找他的亲戚朋友 找了五十个人耶 这五十个人全部正阿罗汉 你看 所以我们就要讲到善根 善业跟什么 善缘了 那这个耶稣会去找谁 那谁会来 会去找谁 他有善缘 他不一定有善根 有善根不一定有善缘 你看就这样 这五十个人 全部正阿罗汉 那就有几个阿罗汉了 五比丘有五个嘛 耶稣友总共有五十五个嘛 佛头一个嘛 几个六十一个了 六十一个了 你看 那这个实在 我让我想 有这么容易吗 有这么快吗 这些人都没有听过佛法 也不是像五比丘 已经修过苦行了耶 五比丘已经跟在佛旁边 修过五年多的苦行 怎么样都是修行嘛 对不对 已经有戒跟定的能力了 这些人有戒 五比丘 慈戒 那苦行灵都是慈戒的耶 都是礼遇的耶 而且他们五年在那边怎么样 也是打坐苦行啊 你说这样 佛头来跟他说法 他正阿罗汉 我们还有一点点可以接受 那你说这些耶稣 他有心来找佛 而且他自己来的 他自己来的 就是他一直在寻找 那么他过去中一定是 他很好耀 有人成等正觉了 我赶快去 他有这个心 那你说 他这个也正阿罗汉 勉强还可以接受 你说耶稣这个人根本就不休闲的 那耶稣只是 这些正阿罗汉的人 他觉得哇 这里有一个成等正觉 会讲啊 你赶快跟我 我带你去听 他们跟着去了 也正阿罗汉 这个实在 让我有一点不能接受 他也没有慈戒 也没有修订 而且对佛法 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法 还没有就是 那个都是六四外道的 他们这些人 也都正阿罗汉 怎么这么容易 对 所以啊 是 他过去有 是 没有错 他们过去都有这些善根 那你说 我有没有 不是我啦 我说你们问自己 我当然有啊 你们也是 我问题是你们也是 你们没有 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 但是善根成不成熟 就要看你这一生 努力不努力啊 深厚 对 有没有深厚的问题 所以我才教你们嘛 怎么样才能够 让自己善根深厚 是听经听得多 善根就深厚吗 不是 所以我就说嘛 要会想不会想 会做不会做 这个还重要 不是你听得多 不是你念经念得多 你拜的师父多 不是 不是 跟这个没有关系 你看人家这一些 就听一次而已 有些人只听一次 你不要看他只听一次 他过去一生听很多次 供养很多佛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那么对佛法很耗耀 所以这一次只要遇到一个缘 他马上就什么 就成熟 其实是这样 那修行都是在 就是说平常这些境界里面 你怎么样 你一定要想 我这样想 有没有跟佛法相应 什么叫做跟佛法相应 跟无贪 无嗔 无痴相应 有没有跟烦恼相应 有没有跟慈悲 跟智慧相应 那么你经常这样想 一下子还做不来 一下子想不来 但时常提醒自己 久了久了 我告诉你 你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你都会往佛法那边想 那么再想久了 我告诉你 你就会发现 很多东西没有人讲 你自己就能体会 那一有人讲 一看到 你马上就很深刻的体会 真的 这个就在于你平常 平常 就是这样想 你看这个耶稣四游 他没有讲名字 只有讲耶稣四游 然后他那些亲戚朋友 是什么比丘 什么比丘 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只有比丘 那个时候还没有比丘你 这些都是男众 还没有比丘你 他找来的亲戚朋友 没有女众 都是男众 所以早期都是男众 那这些阿罗汉 一千年百五年 这个都在早期里面 这个还没有 那个时候佛陀还没有 比丘女是女众弟子 是从 跟佛陀出家的女众弟子 是从大爱道之后才开始有 那个已经是佛陀 陈佛后第六年第七年 那这些一开始来的都是男众 那不管你就是假设你正阿罗汉 你把女众算进去 你能够找五个算掉不起了 真的 就不容易 他们愿意跟你来 后来这些人都正阿罗汉 都出家 佛陀子有两种 一种是出家了之后正阿罗汉 一种是正阿罗汉了之后才出家 或是正果啦 你们可以讲正果 正果之后才出家 这个也蛮多的 但有一些正果 出国二国的 三国的也没有出家 他也没有出家 那多数早期多数都是正果之后才出家的 多数都是正果之后才出家的 去天佛说法 哇正果了 他决心要出家 那有一些当然是出家之后才正果 可是早期多数 早期多数都是正果之后才出家 像耶蛇这个也是啊 他一开始是没有出家 听佛说之后 耶蛇是没有出家 听佛说法之后正阿罗汉了出家 那他这找去的这些亲戚朋友五十个 也是正果了之后出家 那像三加社这种是已经出家了 本来就出家了 本来就要在外道出家 像大家社也是本来就出家 舍利弗穆建人这个是本来就出家了 还有不一样 那吴比丘这个也是 吴比丘这个也是本来就出家了 跟佛陀一起出家的嘛 修行的嘛 那这个是耶蛇四游里面 那耶蛇四游里面其中一个是妇罗纳 其中一个是妇罗纳 那耶蛇父母就有受三归一 耶蛇的爸爸妈妈后来也去 但是他不是去出家正阿罗汉那个 他是有三归一 就是成为佛陀的在家弟子 那他不在 他焉舍的父母 并没有在正阿罗汉的里面 但是他是变成佛的在家弟子 那个时候已经有僧团了 那他早去的这一些出家的 或是这一些听佛说法正阿罗汉的 那不包括他的父母 但是他父母也去 但是并没有说正阿罗汉这样 所以你看因缘就不一样 好 那这个之后 杜完吴比丘耶蛇 那么耶蛇五十五个人 耶蛇室友跟他的朋友 全部加起来五十五个人 那么这个吴比丘五个 另外还有三个 另外还有另外有三个人 那么也出家 所以就总共有六十三个人 总共有六十三个人 六十三个阿罗汉 就是还有金匹罗他们三个 后来也跟着佛出家 所以就变成那个时候 世间有六十三个阿罗汉 五十五个加五比丘 佛陀不算 就是佛弟子里面有六十三个阿罗汉 那金匹罗又 金匹罗也是早期出家的 他们有三个 那总共六十三个 那佛陀就跟他们讲 你看啊 佛陀跟他们讲 你们一个人走一条路 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 去什么 去度众生 因为只有他们知道解脱的方法 除了佛之外 他们都知道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那他告诉这些人 你们一个人走一条路 你看这个就是菩萨道 一个人走一条路 两个人走一条 你只能去到三十几个地方 一个人走一条 去到六十三个地方 不要两个人一起走 一个人单独走 比如说你去苗栗的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苗栗六十几个村镇 你一个人不同 去不同的地方 那你就会影响不同的人 那佛自己去度三加社 就是说 这些六十三个阿罗汉 分开 分开到不同的地方 去为人说法 去影响别人 那佛自己去度这个三加社 那这中间要去度三加社 三加社主要是先去度大家社 不是那个最大的 他们三兄弟 他们三兄弟当时都是很有名声的 品博说得完就是信那个 优罗平罗家社的 他就住在优罗平罗村 叫做木瓜林 住在优罗平罗村 那这个优罗平罗村 他是基本上是拜佛的 就是那个火要让他残明的 那常常要让那个火燃烧的 就是那些像拜佛教的 那佛陀要去度 渡罗平罗家社的半路 又遇见 有几对年轻人 你看有三十对的年轻人 就是男男女女 那其中有一对是男女朋友 其他大概都是夫妻这样 那么他们在那个树林里面玩 那因为其中那个女的 其中有一个女的 他们就王州迷产嘛 那个女的把其他人的东西都偷走了 然后找不到 所以这一群人都在找那个女的 因为东西都被她偷了 所以就在找 那半路遇见佛陀 半路遇见佛陀 他就问佛 说你有没有看见 他们就问 因为他们在找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把他们东西偷了 他就问佛陀说 你有没有看见 看见什么什么什么 佛陀就跟他讲 是寻找自己重要 还是寻找这个女人重要 就跟他讲这个 那么这三十对的年轻男女 那么后来都过一佛陀 那有没有正道道不是很清楚 但应该也有人 就是得到就是利益还是怎样 就是说也中间发生这件事 中间发生这件事 就是佛陀跟他讲 你是寻找这个女人重要 还是寻找自己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想 我们是寻找别人的过失比较重要 还是寻找自己的烦恼比较重要 一样 一样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花挥在看见别人的不对 很少用来看见自己的过失 我们多数的时间都在寻找别人的过失 那么很少用来寻找自己的过失 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都会想 佛陀跟这些年轻人 虽然我不在那一个里面 但是其实佛陀对那个年轻人说的话 就是对我说的话 你都随时要想神 佛陀这个话是对我讲的 你在读经的时候 也一样 佛陀对谁讲 对虚伯提讲 对谁讲 对舍利佛讲 对阿难讲 你都要想 佛陀是对我讲的 那佛陀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讲 你就要这样想 你不要想说 这个跟虚伯提讲的 这个跟富罗那讲的 这跟谁讲的不是都是对你讲的 因为你在读经的时候 他就是对你讲 你要这样想 所以说 佛陀跟这个年轻人讲 因为这个年轻人在找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偷了他们东西 他跟他讲 到底是找那个女人重要 还是找自己重要 那么到底是找别人的过失比较重要 还是看见自己的烦恼比较重要 那我在别人的过失中 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烦恼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后来就去读 优罗平罗家设 优罗平罗家设 他们有三兄弟 纳提家设 优罗平罗家设 跟家也家设 就是普提家也 就那个地方 后来佛陀在那边 陈佛家 就是普提家也 他本来就叫家也 家也 纳提 跟优罗平罗 就是三家设 三家设 佛陀地度三家设 开始用神通 老大是优罗平罗家设 优罗平罗家设 优罗平罗家设 老二是家也家设 跟纳提家设 纳提跟家也 这个有写这个U 优罗平罗 优罗平罗三家设 这个是老大 老二是家也 纳提家设 老三是家设 就是他们的信 家也家设 这个不是他们的名字 这个是他们住的地方 优罗平罗是木瓜林 纳提是纳提河 家也是家也成 这个是木瓜林 这个是老二 这个是老三 这个不是他们的名字 这个是他们住的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都是信家设 像摩托家设 也是信家设 用他所住的地方来代表 这个都是木瓜林 他住在木瓜林 这个地方 这是一条河 叫做纳提河 纳提河边的家设 木瓜林的家设 这是一条河 这是一个城 就是一个乡村 就是家也城 就是菩提嘎也那个地方 那个城 所以这个是住在木瓜林的家设 住在纳提河旁边的家设 住在家也城的家设 其实就是三家设 那佛陀先去这个 优罗平罗家设这里 这个品伯索罗王 最初是皈依 优罗平罗家设的 品伯索罗王舍成的 那个叫王舍成 王舍成的国王 品伯索罗 这个是他师父 优罗平罗是品伯索罗的师父的 他是皈依他的 后来佛陀就去度这个 因为这个三家设 是以这个大家设为主 那三家设总共有一千人 他有五百个弟子 这个有两百两百五十个 这总共有一千人 那优罗平罗是当时修行里面的长老 在王舍成是很有名声的 王舍成是很有名声的 那你看连国王都归一他 那他们就是那种拜火教的 要燃烧的 所以佛陀就去的时候 佛陀一个人 因为佛陀告诉这六十三个阿罗 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 佛陀自己一个人去度 优罗平罗人家设 因为佛陀应该是看到 在王舍成里面 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他 那么他可以影响他 那么他就可以影响 整个王舍成的人 其实是这样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那么他也是善根成熟 所以他看见他就自己来找 这个佛陀平罗家设 佛陀平罗家设那边有一个山洞 他已经傍晚了 傍晚他去跟这个佛陀平罗家设 借住的地方 他故意的 佛陀平罗家设就跟他讲 住的地方是有 但是那个地方不好住 又有危险就是了 很多人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去跟他借那个山洞住 因为他也是修行人 也是出家人 去跟他借 他们都是出家的 跟他借 他说借你是可以 但是那个地方有危险 你最好不要去 因为他借过很多人都死在那里 都死在那里 所以他跟他讲 我不是不借你 那是那个地方不建议你去 因为很多出家人都住山洞 我都住在森林里面 这是印度的习惯 然后他本来他是跟他说 你不要去比较好 我只可以借你 但是那个地方有风有危险 那就是劝他不要去 去别的地方 他就跟他讲 没关系 你借我就好 那他就说好吧 你既然这样 那你就去吧 你可以去那个山洞里面住 那他就去了 去了这个优勒评罗加社想说 因为他还是年轻人 三十五岁而已 优勒评罗加社已经是长老了 他说这个年轻人 不知道有没有事 很担心 就过去看 结果看他没有事走出来 他就觉得很惊讶 因为这个山洞里面有毒龙 毒龙不曉得是应该是很大的毒蛇还是怎样 然后佛陀用神通降伏那个毒龙 那这个优勒评罗加社 这个年轻人跟一般人不一样 很多人去那边住就死在那里 他常常去收尸 所以看这个年轻人既然没有事走出来 而且还神采意义 然后他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开始信这个人了 因为这个人不一样 然后后来佛陀就用神通 基本上杜勒评罗是用神通的 就是知道他心里面要讲什么 然后就跟他说 然后他就想 这个他怎么又更相信这个年轻人了 然后后来佛陀就 其实就是用变化这种 就是他心通 然后又用这些神通降伏了 这个优勒评罗加社 优勒评罗加社就 也跟他说法 优勒评罗加社也 因为相信之后就容易入 那华语就不容易入 那佛陀用神通 让这个优勒评罗加社 相信他之后 就开始为他说法 这个优勒评罗加社也挣了阿罗汉 那挣了阿罗汉之后 他就开始 因为他底下有很多地址 他全部 因为他势力蛮大的 他就把他这些东西都全部 丢到尼连残河去 那丢到河里面去 那这个河就顺着这个河水 就流啊流啊流 流到那个 流到那个住在那提河旁边 就可能是通的 流到那边 他看见 他哥哥的 他哥哥的这个 祭祀就是拜火的这些道具 这些用具 怎么都丢在河里面 是不是被人家杀害了 因为一个宗教 一个宗教徒 他的金家 他的家杀 或是他的庆 他的这些 他是很重要的东西 怎么可能丢掉呢 会丢掉就是遇见 遇见强盗被他丢掉了嘛 所以他就觉得 我这个大哥是不是遭遇什么不信 怎么他 他在用功的这些 这些法器 全部被丢到河里面去 就赶快带着他的很多弟子 联络他的这个弟弟 那么赶快 大哥一定是发生什么事 他那种法器全部丢掉了 丢到河里面去 赶快 一群人赶快上来 一群人上来的时候 看见 佛陀在为他说法 为他们那些弟子说法 他就很惊讶 因为佛陀很年轻嘛 他大哥在那个王者城市 已经很有势力了 那么书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开始跟他讲 那么这一群人就跟着听佛说法 那佛陀就为他们讲 因为他们就是拜火的嘛 燃烧 就是那个火 三个火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 佛陀就为他们讲燃烧经 你看这个佛陀很厉害 你就是喜欢燃烧不是吗 就我们讲火供焉供这种 你喜欢燃烧 就跟你讲什么是燃烧 什么是燃烧 贪火在燃烧 撑火在燃烧 鱼吃火在燃烧 那么就开始跟他们讲 真正的燃烧是什么 然后这些人听了之后 就也是跟他们讲 无我的道理 戒定会的道理 发生道理的道理 听了之后 这些人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 应该不是同时 因为他修到前后有次地 最早是悠罗平鲁加社 然后慢慢他们的地址 就这样 佛陀也不知道讲多久 因为也没有说多久 但是就这样 这一千个人 我觉得一千个人 应该是大概 不是真正就是这个数 比如说九百多个人 八百多个人 也叫做一千人 通常都这样 那么大概这些人 全部都振阿罗汉 这个也很了不起 全部哦 全部 但是有时候 一般来讲 就是大概那个数 一千左右的数 因为前面的六十三个阿罗汉 前面的六十三个阿罗汉 都已经一个人走一条路 去到其他地方 所以这一千个人 就后来都跟在 后来就跟在佛陀旁边 就变成 前面六十三个 没有跟在佛陀旁边 无比丘都各自去度众生 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 所以都没有在旁边 佛陀一个人去度三家舍 先度优罗平罗家舍 后来优罗平罗家舍 归一了之后 那个纳提家舍 跟家业家舍 也都一起归一 这一千个人 就一直跟在佛陀旁边 最早的藏水众 这一千个人 那无比丘里面 六十三个阿罗汉里面 那其中一个 我们说是马圣比丘 他就去到舍利佛 目见人家附近那个地方 那去托波 那舍利佛见到马圣比丘 这件事就比较 大家比较熟悉 那马圣比丘是威夷第一 马圣比丘 有时候叫阿索士 阿索士 有些方例就阿索士 马圣比丘威夷非常好 威夷是可以射中的 真的 你看这个人走路就走路 就转怎么样 就讲话 这个威夷真的是可以射中 但是不是每个人威夷都很好 我是雏形沙门 我没有那个细形 我威夷不好 有些威夷好 真的可以射中 有些声音好 可以射中 有些是用慈悲来射中 有些是用智慧射中 就是射中不一样 但慈悲射中是最多的 慈悲心 慈悲射中是最多的 威夷射中也有 有些是声音 各个不一样 有些是慈悸 慈悸不一定威夷就好 但是多数慈悸也好一点 但是威夷好是另外 有些是向好 威夷是八十种好那一种的 那个向好 向是又另外一种 三十二向的 又不一定 那这个 马圣比丘 自己一个人 马圣比丘来找你了 时间到了 我们把这个马圣比丘讲完 真的是马圣比丘 我们把马圣比丘讲完 这个马圣比丘走在路上 因为佛祖叫他们走一条路 他就走 所以就只有他一个人 他走在路上 被舍利佛看见 舍利佛说 这个人 威夷这么好 他一定有一些东西 他一个人讲话 走路 他都 非常的安定 他这个内心一定是很安定 才有办法这样 你看那很躁动的 除非是过去的习气 有些阿罗汉也很躁动 像有些阿罗汉 过去生做猴子 这一辈子 这一生既然是阿罗汉 还是跳回跳去 跳回跳去 说这个人怎么这样 怎么没威仪 你不要嫌弃他 他是阿罗汉 这只是因为五百事都做猴子 这一生虽然做人 他还是习惯跳回跳去 讲话 就是他坐不住 跳回跳去 你看这人这么不安定 你说他会 阿罗汉才鬼 不一定 他真的是阿罗汉 所以有时候 不能够先入为主 与貌取人 不一定 你要听他说法 你才知道 这个舍利弗看到马圣比丘 一下子就被他射受 舍利弗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 而且他那个修行很好 然后他一看到马圣比丘 他就被他射受 被他射受之后 他就走去问 就好像那个我们讲 幽陀一样 幽陀被佛陀释受 就去问佛陀 跟他请法 那马圣比丘也是这样 他跟过头问的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时印度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 请问你的师父是谁 你的传承 众传承 他教了你什么 幽陀也这样问 但是因为佛陀没有师父 所以他接下去就没有问了 他就问马圣比丘 问这个 这个不是马圣比丘 这个舍利弗问马圣比丘 请问你的师父是谁 我的师父是释迦摩尼 他教你什么 就是你从那边学到什么 才能够让你有这样的气质 有些人像我们就习惯问 那你爸爸妈妈是谁 你爸妈这么会教 类似像这样 他说我师父教我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一个核心的道理 因为他已经正阿罗汉了 马圣比丘 舍利弗遇见马圣比丘的时候 马圣比丘已经是正阿罗汉了 他就跟他讲 我师父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道理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恋 舍利弗只听到这两句而已 就正出国了 就正出国 他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欢喜 非常欢喜 他就跟 他就当下决定我要去见你师父 我要见你师父 可是他要去见佛陀之前 见佛陀之前 佛陀在王舍城 那见佛陀之前 他要去先找穆建脸 因为他们两个有约定 谁要先见法 一定要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 他们是一起出家一起修行的 他们两个是释迦 就是穆建脸的妈妈跟舍利弗的妈妈 他们彼此是释迦 我们后来受了地藏经的影响 或是穆连舅母的影响 会觉得穆建脸的母亲不是好人 有邪见啊 杀人啊 其实不是 那个不是穆建脸的母亲 我们受他影响 其实不是 后来这个舍利弗就跟 叫马圣比丘等他 他先去找穆建脸 找到穆建脸 他一跑回去 因为他们都是跟善若仪 在善若仪那边出家 他穆建脸远远的看见舍利弗 走过来 那么神情不一样 他马上就知道 你看这个人的根能力 马上就知道舍利弗一定是见法了 一定是得到了 你看哦 他穆建脸还没说 那舍利弗还没说 穆建脸就说 你是不是得到什么殊胜了 他说是 我就是要来告诉你 因为他就把跟马圣比丘遇见 然后马圣比丘告诉他 这个希达多 就是取谈 就是释迦摩尼佛说的法 他马上跟穆建脸讲 穆建脸天乐也正出国 你看这厉害 这两个人非常高兴 马上他就带着他去见马圣比丘 就带着他去见佛陀 其实是这样 然后后来这两个人 穆建脸七天 舍利弗十五天 你说舍利弗不是智慧第一吗 怎么比较慢 穆建脸去到佛那边 就专心在树下 每天都在思维这个道理 七天正阿罗汉 舍利弗不是 舍利弗去了之后 做佛的侍者 就帮佛整理一些 佛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 他在旁边删风 然后整理佛吃得住的东西 你看 那个时候舍利弗是做佛的侍者 穆建脸就在努力修行 就是思维道理 七天正阿罗汉 舍利弗怎么正阿罗汉 他舍利弗来找他的时候 他在旁边删风 佛为他舍利弗开示 他舍利弗还没证果 他已经在旁边听到正阿罗汉 你看这个就是利根在这里 就是 他不是对他说的 但是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你看每一本经典 佛对舍利弗讲 对虚伯提讲 对什么 你就要当作佛是对你讲的 就这样 那么那种深刻了 后来舍利弗目见脸 正阿罗汉之后 他就回去 要带他的师父 希望他的师父也能来归于佛陀 也能够来归于佛陀 他很多舍利弗目见脸也有很多弟子 都一起跟着舍利弗目见脸 还有他的一些师兄弟 也有一些跟着舍利弗目见脸来归于佛陀 据说有两百五十个人 这个应该也是大概个数 但一般来讲都说整数 但我是觉得不太可能是刚刚好整数 那没关系 就给他整数两百五十个人 他本来也回去劝他的师父 他说师父 因为他跟三若仪修很久 那么这个释迦摩尼 跟他讲 因为他已经正阿罗汉了 他非常的清楚 他师父这一套是不能得解脱的 三若仪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在六四外道里面算是比较有思想的 在六四外道里面是比较有思想的 其他的是有些没有善恶夜报的 三若仪还是有的 他只是比较我们说他是怀疑论 那三若仪后来没有决定要去 你看这个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包袱在 说他已经做人家的师父做那么多年 现在要跟他的徒弟一起去做人家的徒弟 他有一点点没办法拉下这个面子来 他平常领导那么多人 那么多徒弟 现在跟他的徒弟一起去 因为舍利佛带的那些也都是他的徒弟 舍利佛或是他的徒孙 那舍利佛也是他的徒弟 那他现在跟着他的徒弟去拜师父 这一般人 一般人做不来 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做不来 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舍利佛的师父 我那个时候会跟我的徒弟去拜师父吗 我想我也不会 所以不能称佛嘛 不能解脱嘛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打破 因为我们有那一些就是 我已经是人家的师父 我已经是修那么久了 我还要从头修吗 所以他会比较执着在 我现在拥有什么 而不是我想拥有什么 那他一开始是想解脱的 他一开始散落与 基本上出家修行也是要解脱 但是他没有解脱 他自己也知道 他没有解脱 他自己也知道 但是现在有一个可以让你解脱的 你为什么不去 我已经都修到这样 我已经是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地位 那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可以把这个身份地位拉下来 然后怎么样 然后真正 真正回到他的初心说 我可以不要这个 我可以不要现在 经过那么多年拥有的身份地位名利 全部抛掉 我要回到我原来出家的初心 向解脱 我告诉你 如果你出家两三年还可以 你出家三十年了 那么你愿意这样 那个是不容易的 真的 我那时候在想 如果是我 我那个时候 如果我是善若仪 我会跟着舍利弗木剑脸去拜 释迦摩尼玛 现在 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不会 但是为什么不会呢 你不是要求解脱吗 为什么不会呢 翻不下我已经拥有的名利 真的哦 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哦 不容易哦 所以你如果假设你认为你做不到 你就要好好检讨 为什么 我所执着的是什么 我所需要的是什么 解脱不是我所想要的吗 那为什么现在 有机会解脱 我反而不要了呢 为什么 因为我拥有 我已经拥有的名利 是一般人没有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势力蛮大的 名声蛮大的 可是这个时候 他愿意放得下身段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不容易的 真的 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 这个是不容易 像三家社这样 三家社在王舍臣是数一数二的 他愿意放下 我告诉你 这个就不一样 三家社名声也不输善若仪 他也不输 如果三家社没有跟着佛陀出家 他可能就是六四外道再加一个七四外道 他是一个 其中一个 他也是很有名声的 但是你看三家社 同样三家社和三若仪 三家社底下也有五百个人 三若仪底下不知道多少人 但是舍利弗木建人 底下就两百五十个人 人数也蛮多的 就是大僧团 是大僧团 但是同样 同样都是修行界的长老 都是领导的很多人 三家社 二话不说 就跟着佛陀出家了 带着他的弟子 一起做佛陀的弟子 你看 三若仪就做不到 这个就是差别 那三家社现在已经解脱了 三若仪还在轮回 你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放下 这个就是内在很根本的我职啊 我爱我所爱嘛 不对吗 我拥有的这些东西啊 可是这个几年后就全部没有了 你看 那你执着什么 你以为你能够拥有这些 能够拥有多久 他年纪那么大了 顶多二十年吧 顶多二十年 你看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你没有看到 你继续拥有 也不过拥有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你能够放下 你就得到什么 得到究竟解脱 那你这一次放不下 你再经过两百年三百年 甚至弥勒佛在来的时候 你都不一定可以得解脱 你看 差别就在这里 你那个一个念头 是不是跟法相应的 还是跟世间相应的 跟初世间相应的就差在这里 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 你已经知道 你这个是不能解脱的 你已经知道这样是不是 不是真正的佛法 你放得下放不下这些东西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大概就先讲到这个 讲到佛度三加色 好 我们大家 愿与此功德 愿与此功德 顾及于一切 顾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接共臣佛道 接共臣佛道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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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成 我等于众生